当您不知道毕业后如何就业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生活中如何减压调整心态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创业的时候 什么叫包容呢 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搁你肚子里消化了 什么叫毅力呢 就是当别人认为痛苦的时候 看不见光明的时候 你看见了黑暗的尽头 如果我要解决我的情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知 我得认知我的情绪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害怕 那么我要承认我特别害怕 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自己 他要成就他的伙伴 我们任何一个人 如果是觉得你很能干 你很聪明 你比周围所有的人都好 这个人一定是成功不了的 优密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优密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张文明 1951年生于中国台湾 后在美国加州克莱尔蒙特大学 彼得德鲁克管理研究中心深造 师从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 新获大师指导 从1992年起担任彼得德鲁克 高阶管理课程教授 并成为亚洲地区总代理人 是资深的德鲁克管理研究实务专家 及其管理哲学思想权威代言人 他著有管理未来 德鲁克教你当领导 德鲁克黄金笔记 德鲁克谈自我管理 杜老师的一天等管理学著作 本期节目 张文明与您共同探讨 做工作的主人还是奴隶 如何定位工作的主人和奴隶 工作的主人或者是奴隶 其实关键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来自于自己对工作的态度 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人工作快不快乐 有些人都会觉得说因为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或者是我这个工作的确给我很大压力 这时候你当然就不喜欢这个工作 所以慢慢你可能就成为工作的努力 因为你不做不行 但你做了你又不快乐 另外一种就是 假设我们是能够发挥所长 而且能够把绩效做好 这时候你就发现到 你轻轻松松地工作就做好了 然后绩效就做出来了 所以我们衡量一个工作 到底是不是主人或者是奴隶 其实关键不在工作本身 而是在人 所以人才是这个工作的主人 而工作也不是我们的奴隶 而是工作变成我们的工具 我们怎么样能够透过工作 来完成自己当为主人 所应该善尽的责任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对工作的定义 以及对自我的要求 那假设这两方面都能够连结 那当然你工作就会越来 你越尊敬他 而工作本身也越来越能够 得到你所喜悦 所以因此这样的话 你跟工作就合而为一 所以就好比说有人喜欢打球 你叫他不要打 他还要打 那他打球打得很快乐 很满足 非常的让人家赏识 拿到一份非常高的薪酬 那请问他在工作 就变成他最大的娱乐来源 那每一个人其实要养成一个 对工作的娱乐 也就是工作把它当做游戏 游戏把它当做工作 那这样的状况下 你自然而然就会变成 你是工作的主人 而不是成为奴隶 做工作的主人是否要有规划 其他大多数人都没有规划 反正找一份工作 或者是找一份职业 其实很不容易 尤其是要找到自己喜欢的 或者自己可以发挥的 那更难 在这状况下 其实有必要做规划 那规划的目的不是 真的能够找得到那份工作 而实际上是你一辈有一个目标 然后逐步地在工作当中去拟清 因为有思考跟没有思考 那差别很大 每一个人在寻找未来 他必然是要经过很多的波折 而且他必须要有很多的一些 事前的充分准备 他才不会到最后他说 我早知道我就不要进来 然后要进来以后 他又舍不得离开 然后就在那边卡住了 卡了五年十年 最后人牢了 想要再找第二份工作单了 所以因此我是觉得 规划其实蛮重要的 才不会后悔 那后悔可能也以事无补 没有什么帮忙 那他们这个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 选择的标准就是 他哪一个是优先 意思就是他是紧急而重要的 现在对他来讲 有很迫切的希望 但是更重要不在优先 而是在优后 因为优后会决定优先 优后的部分没有做好以后 你会发现到 你优先永远在这 穷忙 穷找 最后你就会发现到 自己越来越不喜欢自己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充分的准备 那充分的准备 越充足 越充分的时候 机会自然就会降临 在我们的身上 假设没有 不可能 因为很多人就一天到晚找工作 好像找工作就是他最大的工作 然后填文件 填理例表 然后上网 那么其实到头来 你会发现到他一天到晚在换工作 可是 他没有把一个工作 做满两年以上 请问他得到什么 没得到什么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个是可以思考的空间 假设为薪酬而定自己的工作 我是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 多两百块 多两千块 或者多两万块 其实那是素质的问题 关键是你能不能在这个工作里面 得到成就满足 假设有 其实我认为钱不是重点 尤其不要一开始 就想到这种比较 大学生和我研究生 多了两百块 那我就喝西北风去了 我不要 然后再找工作 其实你换了再多的工作 就重来多了两千块 又怎么样 其实也不怎么样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不看重有形的收入 而应该看重无形的收入 什么叫无形的收入 就从工作所带给你的成长 或者是学习 或者是挑战 或者是一种成就满足 其实远远超过那个素质 当然不是讲的素质不重要 我要表达的是说 素质只不过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之一 但不是先紧要紧 除非他家里真的需要那两百块 或者是更多钱 那我就不敢讲 因为他多两百块 我就很高兴 能多五百块 那更好 这个当然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要讲的意思 就是假设前提 生活没有问题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 不单单是只光注意在薪水部分 我记得我在跑新闻的时候 薪水极低 低到可怜 但是我喜欢这个工作 所以我开始采访 当我跑新闻 跑了三点七个月以后 我发现到我磨练了 我得到我想要得到了 最后我就说 拜拜再见 我想要在别的地方发展 因为你已经得积到某一个程度了 所以你就不需要为工作捆绑 也不需要为了那一个工作 我的薪水而缓绑 所以薪水一开始我不重视 至少 但是到了年纪越大的时候 当然人家就会衡量 你的能耐 你的价值 当你有价值的时候 这个倒不是问题的 人家自然就出了起钱 因此就是说 我们在找份工作的时候 千万计数 钱是其次 重点是在工作 假设我们focus 我们的递交 在钱的部分 我们就往往成为工作的奴隶 假设我们focus 在那个工作的enjoy 就是那种快乐 满足 成就 或者是绩效 那就是什么 就是主人 就要看你要当主人 还是当努力 所有的改变一定是三五年的 累积的结果 没有累积结果不可能 所以这个状况下 我就越来越爱死这个工作 因为这个工作 的确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优密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怎样提高自己的主人意识 我换了三十八种不同的工作 其实这一辈子最大的痛 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不懂 我盲目 在那个年代里面 其实找工作非常难 能够找到工作 我就很庆幸了 所以我做了那么多工作以后 我才发现到 原来我都是做了工作的努力 而不是主人 直到什么时候 我开始警醒 醒过来说我当主人 大概快要到四十岁的时候 我终于猛然发现到说 我再这样做下去 我这辈子就没了 就完了 因为已经到四十岁了 孔子不是说四十而不惑吗 四十岁到的人 既然还在疑惑 那就表示我有问题 直到从我的老师 彼得·德鲁克先生 学到以后 我才发现到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就赶快调回来 进入到顾问这个行业 进来以后才发现到 可以当主人的地方 那当然一开始 我也不是那么顺利 理由是因为我不具备 那个条件 那个能力 所以我必须要有 很长的一段时间去 把自己的能力 能够装备起来 花了三点 终于有一点一点的程度 然后就开始 做一些培训的工作 包括辅导的工作 可是我后来也发现到 我好像也没有变成主人 因为什么 因为工作很劳累 然后自己也没有感觉到 有什么成就 绩效也看不见 我到底应该是 怎么样做 才会成为自己 在工作上的主人 最终我就找到了 就是我做CEO的 私人顾问 那我越做越快乐 那在这个九年来 我充分地享受 每一时刻 每一份工作 每一个对话 让我在这九年里面的成长 也超过我过去的 所有的成长 甚至于几倍 甚至于好几十倍 那在这种状况下 我就领悟到说 原来 假设我能够在三十岁 我领悟到这点 我今天的状况 可能又更不一样 因为人都是这样的奇怪 从早上上课 到现在 几乎没有停 也就是我一天 有十几个钟头 都在工作 但是你绝对看不出来 我有什么倦容 我有什么疲惫 没有 因为什么 我想说每一秒 每一分钟 那理由很简单 为什么会这样呢 也就是充分地 变成工作的主人 我不是被工作绑架 我也不是被 我的客户绑架 没有 因为我自己 在做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吸收 一方面 能够充电 二来又可以真正把自己 所知道的 做出一点点 小小的帮助 那这个实在是一个 非常棒的经验 而没有这样的经验 那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叫主人 但是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以后 我才发现到 这真正的 变成一个 工作上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 资助 那个资助是什么 就是自己愿意的 投入大量的精力 跟时间 而不是换取 而不是换取 报酬 报酬不重要 还换取的一个 能够对别人有帮助 别人因为我 而改变 看到别人的成长 看到一家企业的成长 所以领悟到 助人为快乐之本 如何培养自己的工作乐趣 工作的乐趣 其实 往往 不是一开始 就有的 我发现我自己在做工作一样 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华为 可是慢慢你就发现到 那个工作里面的 乐趣的时候 你爱死他了 你会觉得 天天在想这个工作 而这个工作很有意思 你就会慢慢地 有一种神魂 会使自己 心思一直在那个工作上 然后慢慢地就发现到 自己 那个feeling 非常棒 所以会很快乐 对一个研究科学的人来讲 每次到了实验室的时候 眼睛就亮着 然后整个人的身材 就变得不一样 每一个人 对工作的态度 其实不太一样 但怎么去做 我认为 从工作中 找到乐趣 是您的责任 假设能够越快越好 你不要等到 做了三十年 再来找到乐趣 那可能无趣了 为什么 因为你浪费了三十年了 所以一开始 就应该要找到工作乐趣 而这种乐趣里面 是对的人有帮助的 对公司有贡献的 你才会越来越 有善性循环 才不会因为自己很高兴 别人很痛苦 所以你不能把自己的快乐建筑 在别人的痛苦上 我想这个是 我们在工作的态度上 应该有的 那张老师 怎样才能在工作中 找到乐趣 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呢 这个部分 您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问得很好 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 但是我很有意识地 去开始探索 我的工作的价值跟意义 这两个层面 那首先我就开始 界定了定义 我做这份工作 有什么价值 假设我能够帮一个老总 或者是一个董事长 我能来协助他 让他的很多观念 有一些开放 有一些改变 他的员工就会发挥 一个人 可以界定几万个人 甚至几十万个人 那就想看 这有多大的意义 多大价值 然后整个企业 整个集团 越做越好 我的工作有没有价值 当然有价值 有没有乐趣 当然就开始有乐趣 这个时候 我就发现到 工作的乐趣的寻找 探索 首先第一个 一定要从定义价值跟意义 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意义 这个工作做得好 对别人真的有帮助吗 第二个的部分 就是说 自己是不是能够发挥 发挥自己的长才 发挥自己本身所学的 所经验的部分 第三个部分就是 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够不够 假设这个当中 他根本不信任 没有 所有的改变 一定是三五年了 累积的结果 没有累积结果不可能 所以这个状况下 我就越来越爱死这个工作 因为这个工作 的确带来很大的满足感 成就感 然后再次见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